证据到哪里 查到哪里 但是越来越多的讯息来揭露 所谓的蓝白盒 都是政党利益 大鱼国家利益 近周刊跟台北利益监署 这一种相互的掩护配合 谁要对你 今天周刊的抹黑报道 到民众党中央党部 安全这件事情 不只能 真的是太恶劣了 这种党简媒共生集团的 政治追杀 台湾民众党绝对不会畏惧 坚持奋战到底 谢国良的状况 如果他对柯文哲有政治现金 以及这个政治现金 记载在柯文哲自己的USB里面 那可以证明说 事实上蓝白从过去 就是有这样合作的默契了 我觉得检调在侦办这案的时候 谢国良的这个200万 他们会选择在罢免结束之后 才进行传唤 如果是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应该要给北检 适度的肯定 我们还是尊重侦查不公开 那我们希望检调 都是证据到哪里 查到哪里 办到哪里 误网误众 但是越来越多的讯息 来揭露 所谓的蓝白盒 从金华城的弊案 看看柯文哲恐怕 也收受了不少蓝营的企业的捐赠 就如同今天媒体披露的 谢国良的家族企业 也有捐赠政治现金给柯文哲 从金华城弊案的合作 到立法院毁线乱政的合作 都是政党利益 大于国家利益 我必须要老实说 针对于 近周刊跟台北利益署 这一种相互的掩护配合 泼脏水的行径 真的是让人完全无法接受 我今天看了今天的报导 不是想问一句 谁要对今天周刊的抹黑报导 到民众党中央党部班前这件事情负责任 台湾一些特定不肖的媒体 跟我们的台北利益署 两者之间交互配合的关系 已经让人完全不敢置信 真的是太恶劣了 有关靖周刊 今天已到党部班前这样的标题抹黑本党 台湾民众党严正活斥 并且声明如下 台北利益署在今年的8月30号 违法滥权搜索台湾民众党 这些相关的内容跟影片 早就已经佐证北检在搜索的过程当中 逾越了搜索的范围 甚至戳破了他们一开始的谎言说 搜索范围仅限柯文哲主席办公室 这样子的做法早已该被谴责 但是看到金周刊 今天仍然以寒沙摄影的方式 来影射本党藏钱 这样子的报导 难道是在帮台北地检署 违法滥权搜索的行动来卸责吗 所以我们也要公开的要求台北地检署 跟金周刊说清楚 讲明白谁该为这样子的不实指控 跟报导来负责 而从上个礼拜开始 台北地检署就已经声明 许姓女子的身份有待厘清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媒体仍然以不实的指控 对相关当事人进行整格抹杀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北地检署长期配合特定媒体 泄露不实的讯息 甚至以简连口吻来进行报导 事后再与不以证实来唱双簧 这样子的做法可笑至极 而北检在侦办金华城的过程当中 跟金华城有关无关的相关人 全部约谈到案 本党基于公民义务全面配合调查 但是这种党简媒共生集团的政治追杀 已经对于想要投入第一线公众服务的党职人员 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甚至滥权打压台湾在野党的生存空间 破坏台湾民主法治的发展 面对这样国家机器的打压 台湾民众党绝对不会畏惧坚持奋战到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